张汉今年四部戏全部被封杀 事业低谷 没想到郑爽却这样说 张汉与郑爽分手这几年里 其实过得并不好 一直受到负面的影响 他的一举一动都撇不开张汉的应用 而张汉却和新女友古灵大渣每天秀人爱 让小爽的粉丝看了非常的愤怒 不过三十年核动三十年核心 如今一直以韩国我爸形象试人的张汉 今年却被封杀了四部戏 等于说张汉一年的努力全白费了 张汉的身价直线下滑 反而郑爽因近几年重返娱乐圈之后身价暴涨 如今郑爽一年的片头已经超过八千万 超张汉三倍 想必张汉当年也想不到郑爽的实力竟如此厉害吧 张汉所拍的四部戏当中 都有和韩国演员进行合作过 上映后会在韩国和中国同时播出 无奈遭遇了限韩令 如今张汉也无异于 哑巴撑黄连有苦撑不出的感觉 而作为前任女友的郑爽 知道张汉今年被封了字幕戏之后 在微博上却只字未提 只顾着和自己的粉丝玩闹 甚至还起了个名字叫做爽拼家族 看来对于郑爽而言 他已经完全忘掉了张汉的存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